當民眾聽到封城兩個字 你以為像這樣子 單純圍起三角追 或是劃起封鎖線 把個別的橋梁以及道路封鎖 就叫封城嗎 告訴你 這世界上還包含了 意大利的硬封城 以及日本的軟封城 而台灣的情境 在這中間找尋一個平衡點 對目艦隊疫情風暴 是否將引爆社區感染危機 六都紛紛喊出了封城兵推 以台北市為例 根據官員私下透露 封城兵推至少將進行3到5次 分別設定不同的情境 尤其是目前最可能發生的 小規模社區感染 要提早超前部署 封城兵推第一階段 設定的情境 將是出現局部社區感染 或是本土個案群聚感染 封鎖的範圍不會擴及全市 舉例而言 還有女保全的確診案 為引發所工作的豪宅 還有周邊的鄰居大樓 進一步社區感染 而第一階段封城對象 就可能是類似的情況 在這個封城設定裡面 小社區出現了百人以上的群聚感染 在這裡就可能會出現封城的狀況 封的地方有可能是這個街道 或是一格里 甚至整個行政區 第二階段封城兵推 情境設定在社區超過了百人感染 以及學校超過了多班感染 將關閉非必要的商店 關閉學校幼兒園 公司全面居家辦公 例如新加坡目前實施的半封城 被譽為了斷路氣勢的防疫措施 也雷同於日本的軟封城 封城兵推最嚴重的情境 設定在社區感染 已經無法控制 也造成了醫護體系崩潰 大眾運輸將全停 橋樑道路出現管制 民眾也得留在家中 到了最大規模的封城兵推的時候 影響你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捷運將會停止 影響是全台北200萬人 當然新北人也無法到台北 搭捷運來上班 舉凡義大利 西班牙或是法國 歐洲各國遭遇的疫情情況 就是台灣中級封城 可能出現的對象 以同心員來說 小街封城管制村裡 中街封城關店關校 中級封城民眾在家 還有目前台灣離真的封城 還有很遠一段距離 各個部會商討之後 這樣的準則 我們就要交給地方 去研理他們 依據這樣的準則 他們最適切的一個做法 官員透露就算進行封城 但像是總統府或是行政院 也將持續運作 但是否居家辦公 仍有待中央規劃 除了政府機關不能崩潰 舉凡什麼資格 才是民生需求店家 或是各大市場以及業市 要怎麼封鎖 這一些都還在研理階段 就等疫情指揮中心 整合封城具體規劃 再由各縣市 根據當地的狀況擬定細則 民眾還無需過度恐慌